没想到说什么 那个风湖老师讲的不错 学到了很多东西 讲的也很系统 老师很有深度 例子很多 这些大品牌也好啊 或者是一些就是反面的案例 就是老师都了解的挺深刻的 让我也对这些东西有一定的认识 好的和不好的有什么区别 我们应该就是 怎么才能往更好的方面发展吧 都说的很好 总体感受吧 就是这个营销课确实很值得去学去上 因为之前我有报这个产品课 说实在的 如果对于后面的这些同学来说 你们真的很有必要来上一下这个营销课 因为有些时候真的你学完之后 你会发现真的产品真的不是很重要 因为配方是死的 人是活的 只要有配方啊 谁都会做 但是营销不一样 真的他牵扯的东西太多了 首先给我最直观的印象就是什么呢 最直观的感受啊 就是学完之后 你知道 基本上你会知道你以后的店 大体的方向会怎么走 去怎么运营 然后呢 去如何去在这个市场上去运作 怎么样去分析你的对手等等等等 在你没上过这个课之前 你可能真的一头雾水 你不知道这个店 你自己的店怎么去运营 但是经过三天时间 这个风湖老师的讲课 你会了解很多东西啊 真的 反正就是通过这几天的营销课了 我觉得就是最感触的就是 老师的老师们呢 就他给了我一个就是那种 系统性的那种那种讲解 因为以前呢 就是我也在奶茶店工作过 但是呢就是说 比较凌乱那些东西的话 就是如果我自己去做 以后呢 比方说营销啊 或者做我开个店的话 我肯定都是零零散散的 但是呢 通过这几天的学习呢 我以后呢 可能就是说 会有一个系统性的 然后的做法 而且的话就是说 就是老师讲了过后的话 就是说特别是 就是最后一天吧 我们又出去实践了一下 实践了过后呢 就是说理论跟实践结合一下 结合了过后呢 你就是感触就更加深了 就是说 那对你以后的 就是说开店 开店各方面的话 你就是 然后的话 再怎么操作啊 那样的心里就会 比较有谱的 我感觉就是说 反正就是 凤狐老师的确是 非常系统化的 讲了一遍 就讲的还是 由潜入身讲了一遍 然后的话 我们觉得还是 收获还是非常大的 通过三天的学习营销呢 我们认识了 自己的不足的地方 因为之前 对营销两个字呢 还比较陌生 这两天系统的 学的一些东西 直到将来 回去开店 会怎么用它 怎么开始 怎么来完美 所以这两天 都是在学的当中 给我感受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学到了 真正的知识 也希望大家都能 来学真正的知识 学习 学习 的 都在学习 学习 学习